真的 那我們這邊來聊一下月齡 月齡是孟菲大哥的太太 你們年齡差幾歲 我們差20歲 差20歲 妳哪有勇氣 而且妳知道 我又要講這種比喻 那就是20歲妳知道 一個男人他已經當兵退伍了 一個嬰兒剛生出來 對… 妳能想像說 妳要娶的是這個嬰兒嗎 沒有想到 妳這樣比當然很不對 妳可以想 就是40歲男人碰到一個 20歲女生這是OK啦 那不是還OK 可是 可是我自己也會這樣想 還是滿怪的 我在包尿布的時候 她已經很紅了嘛 對不對 妳媽有 對啊 我說那個時候 這樣搭起來好像不怎麼搭 不要這樣一直想 搞不好妳媽媽還抱著妳 去看她表演有沒有 然後妳說 這是妳要娶的老婆 是不是還滿怪的 不要這樣想啦 妳這樣想下去還得了 妳50歲的時候她已經 我 我50歲 她還肚子應該這樣 妳為什麼要引導人家 往那麼恐怖的方向 可是我那時候 21歲的時候認識她的時候 她那時候41嘛 可是那個時候她感覺 差距我覺得還OK 因為她那個 她也感覺到現在也是 對 她還滿年輕的 她的心態 她到現在 她也覺得她很驕傲 才感覺好像40多歲 還是多這樣子 對啊 然後她覺得說我們兩個走出去 她也不覺得好像差很多啊 對啊 是 那妳們也已經在一起10幾年了 10幾快20年了吧 妳們有生小孩嗎 有啊 有兩個啊 有啊 有一個 一個7歲 一個3歲 莫菲大哥現在幾歲啊 我們如果 我們如果像早點結婚的話 我後來想想 你看我已經小孩也很大了 我認識她快20年了耶 莫菲大哥今年幾歲 快60了啦 快60 所以她有一個小孩3歲 3歲啊 等於小孩20歲的時候她已經 這個 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算起來壓力好大喔 對啊 80 我善口了 那維莉老師妳直接算一下 月齡她是有幸福的第二春的嗎 真的嗎 妳好厲害喔 我只覺得說 莫菲大哥 妳身體還要擁有害怕 她真的保養得很好耶 但是她覺得說 她的狀況很好啊 而且她保健食品也吃得很多 會不會 會不會她去接妳那3歲小孩 上幼稚園的時候 然後我就說 妳外公來接妳了 那倒不會耶 她很年輕 外星 她真的看起來很年輕 所以我兒子啊 那時候聽到她爸爸說 50多歲的時候 我那個大的那個 他說爸爸幾歲 他說 我說50 那時候好像大概57吧 我說57 爸爸57啊 那不是老扣扣了嗎 因為他不覺得 他爸爸有年紀這麼大 但是他聽到那個數字的時候 他覺得很大 是 那妳們結婚的時候 妳的父母有反對嗎 剛開始有反對 妳父母有比莫菲大哥年紀大 還是什麼 有 大大大 大幾歲啦 有啦 那莫菲大哥還是喊爸跟媽嗎 是啊 她也喊得很順口啊 然後他叫我姊姊叫大姊啊 他也喊得很順口 當然是備份的問題 是啊 他也不覺得 他也不會覺得很乖這樣 不過兩個人在一起中日 是因為就是相愛嘛 那妳說不管年齡都不是問題 其實我覺得年齡 那個時候 我那時候還年輕 可是問題是我是覺得 兩個人的在一起的感覺 最重要 因為我覺得如果說年紀很相近 可是每天吵來吵去 吵來吵去的話 那也沒有什麼意思 所以就是妳以前曾經交過 差不多同年齡的男朋友 但是 我不喜歡 妳不喜歡 我本來就不喜歡年紀 因為我覺得同年齡 就好像大家好像好朋友這樣子 那我不會把他當成色的 我本來就比較喜歡成熟一點 但是沒有想像說會成熟這麼多 所以那比如說 像我們陳冠妮老師跟環福老師 妳會比較喜歡哪一位 都欣賞 謝謝 都欣賞 今天就算是 沒有 她今天是童子君認識一下 是 但好像你們兩個人在一起之後 妳會越來越發現自己 很耐性就被他了 是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時間久了 因為她剛開始的時候 她的一些習慣 我可能還可以忍受一下 什麼習慣 動作慢 講話慢 什麼 她是天生的就是慢 她不是說因為年紀越來越大越慢 她是講話慢 還是講話多 還是講話長 又慢又強 又厚又強 還是講話歲 都有 那好煩 妳20多歲認識她的時候 她40多歲的時候還不會 但是漸漸她現在已經50多年 妳會發現 她越來越慢 越來越多 越來越歲嗎 不是 因為她重複又重複這樣子 因為篤妮哥你知道嗎 因為年紀就是說 她的年紀越來越強 就會從年輕的時候開始講有沒有 本來講到40歲 又要講50歲 要講60歲有沒有 她的經驗越來越多嘛 所以她就會重複的講 她以前怎麼樣或幹嘛 因為這種東西 我已經聽了很多了 所以聽了10幾年之後 那妳說她在講的時候 妳會不會想要就是 自己她 瘋掉 妳自己會覺得說 這些話我已經聽了快20年 好煩喔 真的很煩 妳會直接請她說講快一點嗎 我可以說 如果是我們兩個對話 我就說 我就一直講話 對 我也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她今天是講給 第三者新的朋友聽的話 如果有別人在的話 我可能就會切一下 妳會放空自己嗎 我可能會 我可能會走 如果說真的沒辦法 我可能會先離開 去哪兒 我可能會先離開 可能就不想參加這個聚會 可以去上個廁所或什麼 對 我就晃一晃 可是回來的話 我就知道說 她才講了三分之一 然後有幾句話 後面還有三分之一切 真的 妳為什麼不能幫她當主持人說 妳講那一段… 那一段比較精采 直接切重點 對 我這樣切會被罵 我這樣切她會罵我 她會覺得 妳不尊重她 另外沒有交代清楚 她說妳常常都是斷章取義 重點都沒有講到 我覺得這是重點 但她不覺得 她覺得重點是前面 妳前面都沒有鋪陳好 妳後面突然講一個 人家怎麼聽得懂 是不是 這樣她不高興 那她都是跟誰講 很多人 誰都可以講 沒聽過的人都好奇 都會問 然後她就講 她就有興趣講 大家一講 她一講哪一段 我就知道說 這個大概要講多久 那我就 我就要看一下時間 來得及來不及 妳去上個廁所 或者是妳去外面逛一逛 真的 她一講 大概如果講一段的話 最起碼兩個三個小時跑不掉 就看她講哪一場戲就對了 對… 對… 我覺得聚會是這樣的 因為通常我老公如果喝得差不多 他就希望我去接他 我現在學聰明 以前是他一打給我 我就去 那我去我就發現 天啊 等很久 等很久 怎麼又是 又從那個 才聊到什麼哪一個階段而已 後來我就學聰明 我先打給他旁邊的朋友 我說你們現在聊到哪裡 他說現在就聊到 現在互相問幾天 我就知道說 我大概再晚了一個半小時去都還 還可以了 對… 來人幫你幫忙好不好 真的 真的 幾天 真的 黃耀福老師妳是幾天 沒有 太誇張了 妳當兵是誰 我第一次還早 我是七期的 十七期 妳當兵在哪裡 成功嶺安 真的還假的 成功17期 那時候有成功嶺 我們大專聖高 在成功嶺安那時候 就以為您是國民兵的時候 不會以為他從大陸一起過來的 工匪還會有來扣票物資 還有… 太誇張了 不是 不是 我們那時候大專兵多好 所有大專兵都當漁官 我們沒有問妳大專兵那一天 過來之後 你剛剛開始講了 你看 就開始講了嗎 我開始講 三個小時 誰要講 我們沒有聽過 OK 玉芳跟佳芊他們有聽過 所以他們先離開 好險妳沒有問陳冠宇老師 太好了了 對 我剛剛講警察 陳冠宇老師是警察 他好想要妳問他 妳看他的感覺 是警察 真的正常 對啊 好可怕 我其實覺得摩拳擦長說 該問我 對 該問我 男生好喜歡講當兵 下次來好好來講一個過癮 真的是 玉琳 妳去這樣子給他插話 給他打斷 那他會很不爽吧 以前有一些電影台有沒有 都有一些 對 就老老片 電子 他會講說 這個是誰 他們以前怎麼樣 他們以前怎麼樣 我說這個我聽過 就是想當年我在演什麼 他不會什麼什麼 講一大堆 就這樣子 這個是 我說好了 我要睡覺 因為那都是晚上演 對 對 這樣講話 我就說 好了 我要睡覺了 他就覺得我很無趣 懷念電影台是你最怕的一台 對 就把他刪掉 好 來 我們先請冠宇老師 幫我們看風水 老師 什麼樣的風水格局 可能會影響到夫妻之間的感情 慢慢的變質 好恐怖 對 一個環境裡面 我們奶房子 租房子 或是你要住一個房子的時候 你一定要很小心 要注意看這個房子 它的格局 這個格局的差異性 人的性情就跟著它變 有時候你會感覺到 以前我住一個房子很好 為什麼搬了這個家房子之後 人性都變了 個人想法都改變 那就因為空間改變 空間的氣場改變 那個氣流在那邊流動的時候 那種濕度變化之後 人的老婆就跟他產生對應了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 所以容易讓我們夫妻感情 變質的風水格局有哪些